如果你都不爱我 不尊重我 看不起我 瞧不起我的话 我凭什么要对你的家人好 所以我觉得你欺负人 所以不是遇到了他 你遇到谁 没人敢去 摧毁式的爱 他不只摧毁你弟弟 也摧毁了你 你没有独立的未来 视频里被导师训哭的女生叫小邓 因为是以弟弟为先 看不起男友和其家人 这不因为彩礼的事情 不仅被男友退婚 更是被未来公婆嫌弃说是卖女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本以为双方父母见面 能够促成两对小心人 然而小邓父母当场提出要20万彩礼 其中10万还是给小邓弟弟要的 合着这不是要嫁女儿 这是要为了儿子卖女儿啊 也怪不得小杨父母接受不了 我爸就提了一嘴 我们就是要彩礼的事情 然后他妈就一上来就说 我们家卖规律的 然后我爸当时听到就急了嘛 那肯定当时就说 非20万不嫁了嘛 我爸妈当时拽着我跟我弟 就让我们走 显然面对小杨的解释 小邓不能接受 觉得自己父亲只是试探 而小杨母亲的一句卖规律 让父母很伤心 觉得都是难有一家人的错 但当时我没回去啊 当时我不是跟你回家了吗 是跟我回家了 小邓觉得自己很给小杨面子 而小杨父母羞辱自己父母 自己还跟着回家 对男友是天大的赏赐 然而小杨的做法 让小邓很是伤心 因为丈母娘一家的态度 让小杨很是难堪 对待小邓的态度 也发生了变化 这让一直被小杨捧到手心里的小邓 难以接受直接一走了之 显然两人心里都有了隔阂 小邓觉得小杨不是自己要找的男人 对待自己的家人都不好 要这个男人有什么用呢 面对小邓的指控 小杨觉得自己比动而还冤枉 不得不说小杨爱得真卑微 每次做饭还不能忘了小舅子 不仅没得到好处 反而被小邓指责是理所应当 毕竟在小邓看来 想取自己必须对弟弟好 合着就是个福蒂姆啊 显然小杨也看出了小邓更在乎弟弟 这不心里委屈的直冒泡 他第一次网上看上一双篮球鞋嘛 限量版5880块钱 那时候我两个月生活费 我二伙没说就帮他买了呀 为了讨好小舅子 小杨花了尽力先给小舅子买了双球鞋 为此整整两个月吃馒头咸菜 本以为会让小邓开心 怎料小邓直接开口表达了对小杨的不满 你天天在我屁股后面念叨 说你弟那钱什么时候还咱们呀 你作为姐夫 帮弟弟买双鞋 你还心不甘情不怨不乐意了 那我那叫天天说吗 我就那一次给你说的好不好 我就是说这个鞋是送给李弟弟 还是李弟弟把那个钱还给我们吗 小邓觉得小杨送弟弟鞋天经地义 还每天追着自己屁股后面要钱 这让小邓很是不满觉得小杨小气 显然小杨被小邓的话起得很寒心 真真是出力不讨好 男人做到小杨这份上真是丢人 真真是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那不是给弟弟找工作吗 李弟那个表现怎么样吗 我正好有一个朋友创业开了个公司嘛 上到不到一个月 然后我朋友就来我这里反映了好几次 他弟弟经常上班迟到挖早退 一点都不积极工作 这真是还没结婚呢 就操起了未来小舅子的心 不仅要买些做饭 还要给小舅子介绍工作 怎料小舅子不认干 整天不是晚到就是早退 这让小杨里外不是人 不仅小邓小舅子不满意 朋友都三番五次反应 你还好意思说我爹还跑来跟我哭 他从小到大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你知道这是他第一份工作 给他心里造成了多大的一个创伤 你知道吗 那不是因为你弟弟那天喝了酒 一回到公司就找我朋友 吵起来的嘛 然后我朋友一气之下就 把他给开了 不得不说这就是个没断奶的孩子啊 一点委屈都受不了 觉得自己就是天王老子 所有人都要让着自己 喝酒勿使直接大骂老板 不得不说这小舅子真是让人无语 显然对于弟弟受到的委屈 小邓不仅不弄清原委 反而欲为的责怪小杨不会办事 给自己弟弟留下了心理阴影 这要是去回家不得把小杨家给搬空啊 我丢了一个十多天的朋友 打电话也不理我 我现在真的是里外不是人 我感觉 你那什么朋友啊 找份工作 他就把你杀了 那不联系也罢了呀 这样朋友可以不要啊 不愧是伏地魔 小邓只在乎自己弟弟受到了委屈 全然不在乎小杨的为难 不仅没让小邓和小舅子满意 反而丢失了一个十几年的兄弟 真真是弄得里外不是人 然而小邓把所有过错都推到了小杨朋友身上 对于小杨的做法也是很不满意 我让你到我们家来搬家 你也是二话不说直接走人 那不是我临时有事情吗 我也跟你说了呀 当时我们领导突然给我打个电话来 工作上出了点小问题嘛 然后让我去回去处理 不回去处理的话就没工作了嘛 当时我也拿了500块钱 让他早上来帮忙搬一下嘛 小邓想让小杨给自己家免费搬家 然而小杨公司又及时只能回去 为此留下500块钱想着让搬家公司搬家 这让小邓很是生气 觉得小杨不在乎自己 这双标真是让人无语 真不知道小邓的父母是不是恨女儿还是恨儿子 儿子20多岁了肩不能躺手不能提 明明小杨比自己弟弟就大两岁 对待小杨却像对待奴隶一样要求 然而到了自己弟弟小邓不仅不让弟弟干活 还觉得是让弟弟显破烂 这三观真是惊掉了在场所有人的下巴 不得不说导师说得很在理 可不是吗 你爱一个人其实就是在摧毁一个人 很多家庭都觉得这是爱孩子的一种表现 可是把孩子教育的肩不能扛手不能提 只会怕在家人身上吸血 这是害孩子啊 而且爱情是两个人的 还没结婚的就所有心思都在弟弟身上 是个男人都不敢娶啊 这不是娶老婆 这是娶了一家子吸血鬼啊 显然小邓还是没有意识到 还在不停地抱怨小杨 把你剩下的衣服拿给我弟穿 我弟从来不穿在家剩下的衣服 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买呢 你作为姐夫买两件衣服怎么了 这是两回事好不好 给弟弟买了衣服呀 买了不少衣服吧 小邓觉得自己弟弟就适合最好的 而小杨却让弟弟穿他的旧衣服 这让小邓气不打一出来 觉得小杨看不起自己弟弟 为什么不能给弟弟买新衣服 这让赵川都听不下去了 这是你老公吗 不是 人结婚怎么就成了姐夫了呢 那他肯定要婚 你一口一个就是作为姐夫作为姐夫 人家不是姐夫呀 他想要跟我好 我对我弟好 我觉得他也应该对我弟好 那我听懂了 还没结婚呢 就一口一个让小杨付出 显然小邓是把小杨当成了自己的所有物 觉得小杨就应该听自己的 而对于十万块彩礼谢给弟弟 也知道不人道的小邓父亲赶忙找台接下 他们家是要二十万的彩礼 对 男的彩礼是十万块钱 然后让我们家借十万块钱给他弟弟做生意 我爸当时是这样说的 然后后来呢 我们看着我们两家闹得不愉快嘛 然后后来我爸给我发信息说 其实爸 这十万块钱要不要也没什么 就是想讨厌一下他们家 讨厌什么呢 说好听点是试探 可明明都要结婚了还试探个屁啊 说白了就是想诚心搅黄 不仅如此 小邓一家还把错误都怪到了小杨一家身上 显然照川气得不轻 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一家人 一系列提问更是让小杨小邓哑口无言 不得不说旁观者清 是个人都看出小邓弟弟被溺爱的已经回来 而小邓也好像知道了弟弟做的不对 还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而赵川接下来一个问题 直接接下了小邓的遮羞布 你爱这个男人吗 爱过我今天觉得他对挺好的 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 他有能力花五百块钱 去帮你们家搬家让他轻松下来 你不 你让他搬 为什么你让你弟搬的时候心就那么疼啊 为什么他搬你就不心疼啊 只能说两人幸好没有结婚 这要是真结婚了 作为伏地魔姐姐的小邓 能直接把破家给拆了给弟弟 显然在小邓的心里对自己好 就必须对自己弟弟好 不然也不会找小杨 看得出小邓对小杨没点爱意 反而对弟弟的爱表现得很明显 而之所以找小杨就是看中小杨听自己的话 是个很适合的驴 这让现场导师都对小杨感觉不值 你家人是不是一直在跟你灌输一种 以你的条件嫁给他其实嫁亏了 嫁给另一个更好的人可能对你弟弟更好一点 要摧毁式的爱 他不只摧毁你弟弟 也摧毁了你 你没有独立的未来 你说一个正常男孩 为什么要姐姐去照顾他吗 陆奇一番话直接把小邓说哭 显然小邓父母明知道这样做对女儿不公平 女儿即使结婚也会不幸福 可是为了儿子以后有个依靠 还是在不停地摧毁小邓的价值观 被他灌输错误的三观 可见在小邓父母眼里女儿就是用来压榨的 就是对自己儿子好的踢款机 而导师的一番话 直接让小邓醒悟了过来 只希望小邓在听完导师们的开解后 能够重新塑造自己的价值观 不然未来还会成为背负弟弟的踢款机 最终两人都听取了导师们的建议决定分开 我觉得吧我们两个还是该分开一段时间 该静一静的 我是真的受不了了 其实我觉得刚刚的老师说的对 把这些事情给理清楚 再决定